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消息称日本一直想从俄罗斯手中拿回北方四岛的控制权 但是经过多年谈判 俄罗斯的态度不仅丝毫没有丝毫软化的迹象 反而加大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 如今S400防御系统在北方四岛的部署已经基本结束 大量的武装部队也整个带弹 显然已经没有了谈判的余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决定孤注一掷 使用武力夺回北方四岛的主权 据媒体报道 日前 日本发表声明 成为了增强日本自卫队应对现代化战争的能力 计划引进具有干涉敌方雷达 以及通信功能的电子攻击机 有专家指出 这样的电子攻击机 已经具备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 显然违反了在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所承诺的专守防卫军事战略 同时外界普遍认为日本此举很明显 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等其他周边国家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素有战斗民族支撑 虽然在美国等北约国家的多年制裁下经济实力不断衰退 军事实力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是对外界的态度也是一如既往的强悍 普京曾经明确表示 只要俄罗斯主权以及领土受到威胁 将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 即使为此发动核战也在所不惜 现在日 本小动作不断已经多次触碰到俄罗斯的红线 如果再不知收敛很有可能 会迎来灭顶之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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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